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台北龙总高龄医学中心主任 陈亮公陈医师 欢迎陈医师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陈医师您好 我们说这个老人家呢 可能给人家第一个感觉就会觉得 好像是那个激励不够 然后行动变得很缓慢 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还有就是说 什么是老年病的症候群 其实老 因为老其实是一个 我们常常在讲年龄 其实有两个年龄 一个是就是身份证的年龄 就是你出生几岁就是几岁 这个没有什么可以去争辩的 但另外还有一个是生理年龄 有的你看他好像他的年纪蛮大 可是他的样子看起来很年轻 那活动力啊很好 他那个人生的生活 完全没有受到岁数的影响 这是我们大家追求的 所以其实在年龄的部分 就想那这个老 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很主观 那每个人的状况 不一的一个状态 那很多东西都会老 但是我们现在这些年的研究上面 大家对于老 当然每个器官功能都会下降 可是我们去发现说 影响到一个人的生活品质 他的那个老态出来比较明显 所以我们有个成语叫老 老太隆中 就是那个样子 那那个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 那个老 那行动力的下降 那确实是一个老的 这个生活品质 跟生活能力的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 那像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走路的慢慢下降 活动力的下降 或是很多老人家 有一些身体的不舒服 然后说不出是什么病 看医生不知道看哪一个 这样子的这种状态 可是在老人家又很常见 这种叫做老人病症候群 比如说跌倒 比如说老人家大家都知道跌倒要很小心 对 可是除非摔断了骨头 说实在跌倒还真不知道看哪一颗 每个医生看完之后 那陈医师如果是跌倒这个 我们应该是看哪一颗呢 是 第一个我们在跌倒 在第一个时间点 我们当然担心的是外伤 对 最严重的外伤是这个 髋关节骨折或是脊椎的骨折 这个当然是原本骨质疏中 这个骨科大概没有争议 或者是有比较麻烦的是 就是会有这个奴类出血 有时候跌得很厉害 那这种就是神经外科 可能要手术的 可能要观察等等 其他的就看不完 其他的就从 比如说从心律不整 然后这个心脏缺氧 然后到这个暂时性的脑瘟 周边神经病 这个就看不完 所以这个就需要一个 比较完整的结果 就是这些年就有一个所谓的 就像我们单位这个高龄医学中心 或是台大有一个老年医学部 这些年因为这个老年人的 的数量越来越多了 健康的问题比较特殊 所以像这些真的 不太知道从哪里看起的 是可以先从这个科别开始看的 就是从这个高龄医学 这个科别开始看 那再请教一下陈医师 如果高龄医学 这个高龄是指几岁呢 65 但是它有分两 它是有两种的想法 就是说65指的是 可能大家心里就有的人 可能有人觉得是 有人觉得不是 65基本上是内政部的定义 我们国家的定义 什么时候退休 什么时候做捷运半假之类的 所以它是一个社会政治的定义 是 健康其实很难用65岁去切 好像过了一个65岁生日 人生就比黑白 就变高龄了 挂上高龄两个字了 但其实那个不用放在心上 因为健康看你平常怎么维持 跟那个身份证年龄 不一定绝对成这个一定的关系 是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 把健康维持得越好 然后这个影响你的这个 生命的时间越短 越好 影响到 用健康而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的 时间越短越好 现在说老啊 有很多的中年人 像那种大概落在四十几岁 五十几岁 因为可能就是整个生活压力大 然后整个全家经济支柱重心 都在你身上 那你就会看到 有一些中壮年人 可是他看起来就有所谓的老太隆中 然后常常这里酸 那里痛 然后压力很大 心情很很不快乐的 那像这样子都中年人 这个算老吗 好 这个是这样 就是我们如果从老的那个过程来讲 是 每一个人的身体的各项器官的功能 大概你人生的顶峰 25岁上下 但是 但是 25岁之后虽然逐步下降 但是不困扰生活的 那是 那只是说 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要储存骨本 要储存什么 其实很多东西就是那个到了顶峰 那你这辈子不会比那个更好了 但是之后虽然逐步的退化 开始比较真的关键的岁数 在男女稍微有个差别 男生大概是40岁 女生大概是50岁 在这个10点点过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问题开始多了 然后在男生如果40岁以前 可能觉得完全没感觉 然后工作熬夜也可以 应酬也可以 喝酒也可以 隔天上班都没有 过了40岁开始就 渐渐的红字多了 然后人开始会累了 没有办法去工作上面的压力 开始觉得负担有点重了 那当然有些部分 是因为老化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其实你没有好好的保养自己 所累积出来的一些状态 那女生大概就是大概到50岁 更年期的这个上下左右 女生在更年期过后的健康状况 的改变比较大 就是好像有一些中年人 就是像刚刚陈医师讲的 就是你可能就是真的没有照顾好自己 你的很多的这个体能 各方面就会下降的比较快一点 所以再来就要请教一下 这个陈医师 就好像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纪 要训练自己 这个训练就有一种名词叫做 肌耐力 其实肌耐力是一个这样 就是说我们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撇开说 你有什么心脏病啊 肺病气喘之外呢 你发现说你以前可能爬三层楼 四层楼楼梯是脸不红气不喘的 是啊 现在好像爬两层 讲话有一点点上气不卸下去 然后爬到四层楼 可能要停下来休息了 而且还不敢让隔壁的人 听到你大声喘气 对 可是那个窘迫的样子 是感觉得出来的 是的 那个就是一个心肺功能 跟肌耐力的不足 如果你是一个像 你是很长期有在运动 你的肌肉的力量是承受得了 这么长 比较一定的运动的量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很从容的 那你的肌耐力不足的情况下 心脏就要带动更多的 你心脏要跳得更用力 去带动这个氧气嘛 是 所以变成说你平常肌肉的训练不够 就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那是一个现象 有时候想说 是不是心脏病不见得 其实很多时候 其实常常是心肺功能 跟肌耐力的不足 简而言之 其实也是运动量不足的一种 那可能现代人 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问题 很常见 很常见 所以我们在谈这个最高精密 其实就是 会带出一个名词 叫肌少症 它可能 现在还只是一个 概念性的说法 在世界上 在概念性的沟通 是 几年后可能变成一个病 肌少症会成为一个病 对 我们发现说 它对健康的影响很大的 以前我们关心骨质疏 骨质疏 骨质疏的故事 跟肌肉的样子很像 是 骨质疏 它会骨折 它的影响很大 就会发现 骨头顾好了 肌肉没力气 一样不太能活动 然后一样还是 这个走路走不稳 然后跌倒 还是容易跌倒 因为你骨头再强壮 肌肉没有力量 走路的平衡感 还是不好 可是陈医师 我们现在就直接想到 肌肉这件事情 我们都觉得 那是一个用力的事情 我不知道这样的观念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老了 我也不需要太多的事情 需要用力啊 那我为什么要训练我的肌肉呢 好 这个就是在最近 最近几年概念上 有很大突破的地方 大概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我们发现 肌肉是我们储存 我们身体的能量 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是 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我们吃东西 吃进去的那个葡萄糖 然后呢 它会转成干糖 在身上是储存的 那它身上找一个仓库嘛 就你吃进去的食物多了 它就储存在身上的仓库 那肝糖顾名思义 当然存在肝脏 是 可是肝脏其实说大 也没有很大 整个身体的能量 的仓库不够 所以它有很大量的肝糖 是储存在肌肉 骨骼肌里的 那骨骼肌如果 的量不足 那它就 没有办法储存 那这样的人 反而容易变糖尿病 因为它的糖分 储存不住 就会 就会影响它的整个 身体的能量代谢 这是一个例子 而二方面是我们发现说 我们对老人 我们在谈老人家的健康 我们有好几个 不一样的想法 因为老人家有时候 我们第一个 我们都觉得 对生命来讲 我们看觉得死亡 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终点 可是有的时候 当然善终 其实不见得不好 以现在人生所追求 所以我们很在意的是 那个生活品质不好 躺床走不好 然后需要人照顾 长期照顾的这种 我们发现肌肉的这个力量 跟这事情影响很大 肌肉力量不足的人 或者肌肉的量 量跟力量不足的人 他容易很虚弱 走路很慢 容易跌倒 骨折的发生的机会高 失能 卧床的几率也高 那这整个影响的是 我们对老的那段时间的 生活品质 对 所以现在很多人 宁可就是说 早知道如果我会变那样 我可能宁可 宁愿折几年的寿命 来换说不要过那样子的日子 对 所以其实也是因为这些年 大家对生活品质的想法 有一点改变 就发现说 你要达到那个目的 你好像不是像过去一样 把几个病看一看就好了 了解 就发现说你有更多的挑战 那个力量 我们再去练这个肌肉 跟年轻人为了练这个 八块鸡人鱼线是两回事 你在练的是维持一个身体的功能 维持一个好的活动能力 那这样才有一个好的生活品质 所以说当我们有很好的肌肉的时候 有很好的肌耐力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维持我们很好的生活品质 对不对 那但是你的肌肉 肌耐力是如何的训练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乐火灾人间 我们说一个人的肌耐力 如果如此的重呢 那我们应该如何来训练它呢 请教一下陈医师 好 其实要维持一个好的肌肉 大概有两个很重要的部分 一个是营养 然后营养当然要够嘛 那二方面 那当然现在这个时代 比较少说 大概担心过剩 对 比较少 当然均衡重要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能谈的 可能运动会居多 因为运动是普遍比较缺乏的 那像我们这边的图卡上面 其实看得到说 一般来讲我们把运动分成两类 一个叫等长 一个叫等张 这个讲的其实就像我们的肌肉 所谓的等长 就是一个肌肉没有收缩 可是它有在用力 这听起来很玄对不对 就像什么呢 你握着一个哑铃不动 你就放着 然后你其实你在承受它的重量 你的肌肉在用力 不然那个哑铃就掉下去了 对 可是你的肌肉有没有缩短 没有缩短 因为你没把它举起来 所以你的肌肉是没有缩短的情况之下 再用力 就像你去推墙壁 墙壁当然不会被你推动 可是你是不是一直在用力 是 所以你的肌肉其实长度没有变 但是它一直在用力 所以两大类的运动都是有帮助的 另外一种等张 比如说我举一个10磅 或12磅的哑铃 那是一个固定的重量 所以我就一直在举一直在举 那我的肌肉是一直有在收缩的 等张的意思是一个力量 张力的意思 就是我一直承受这个12磅的力量 一直在收缩一直在收缩 所以这是一个两个不同的训练 那这两种训练也是可以 放到我们日常生活 运动一定要把它变成 可以是日常生活 才能做健身房是社交场所 不是运动的地方 陈医师您说的太好了 我也一直认为健身房是一个社交场所 那如果我们不想在那个社交场所里面运动 我们自己可以如何来做等长跟等张的训练 所以从刚刚举的例子 就很多事情可以做 比如说即便一般上班族 比如说我们在做的 我平常可能坐姿多或是我站姿多 其实我们第一个鼓励的运动 当然是最适合的 目前就我们假如不分年纪 都鼓励的快走 快走很棒 这是好多人推崇的 平地上快走 那当然有的人会有些 什么关节不好 那你在平地上 其实是关节负担比较小 真的你关节不好 走路都会负担 那就去水里走 到游泳池里面 你就算不会游泳 可是你在水中走 其实关节的负担比较轻 但是在水里面走的阻力 比在路上还大 是啊 所以那个更累 所以其实那一类的运动 其实我们有很多方法去解决说 我的身体有什么限制 我什么不能做的 是 所以第一个是走路 然后第二个呢 如果是上班族 上班的时间居多 或是老人家活动能力不好的 像我刚刚举的例子 上臂 我们大概的锻炼 大概把它分成几大肌群 就是上臂 然后下肢 跟这个曲感身体 我们就分这几大类去锻炼的话 那手的话 其实就上臂 我们大概主要锻炼的是这个二头肌 是 那其实就像我们说亚铃啊 这样就我刚讲那个 那两个例子都可以 对 可是你说他为了就去买亚铃嘛 也不见得需要 你可能家里都有一些重的东西 对 老人家如果本来 本质上是比较虚弱 没办法一次拿那么大的话 用个宝特瓶装个水 其实已经够了 对 对 用那样子开始 然后你发现老人家觉得 你让他一次的重量 是拿不起来的 那是不合理的 因为他在举这个重量过程会受伤 他可能觉得轻松 他可以拿 可是你发现说你要他反复多拿几次 他是有一点困难 累的 对 那就是耐力不足 就是说你举得起这个重量 可是你举个三次五次 你的这个肌肉里面储存的能量 就被你用完了 因为你已经举不动了 所以你如果这个重量你可以负担 可是你要反复举 所以我们大概包含了两个概念 一个是要有一定的重量跟强度 第二个是要有一定的频率 你要反复的多举 像跟健身的原则很像 可是我们的目的不是要练出漂亮的肌肉 那上臂是这样 然后当然就是我们 我们是都是两个方向的训练 比如说你这边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个背后的肌肉 也是一样 所以那当然你等张跟等长 都可以用同胞的原则去做 是是是 同胞的概念放到大腿也是一样 怎么做 大腿的那个股四头肌 那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因为我们 在哪里股四头肌是在 就是大腿的最大这一块肌肉 我们就是正面站出来的 对对对对 那个最面正面的那一块肌肉 对那那一块因为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老人家多半都有膝盖的 推滑性关节 对那推滑性关节 那推滑性关节当然是老化的一部分 有的时候不容易减缓 但是肌肉如果够强壮 就可以去分摊关节的这个重量 对所以肌肉一定要把它练强壮 那肌肉要练强壮这个股四头肌 一样就是你只要平常做的时候 你能够把腿 这个把这个脚底板这样翘起来 整只腿往上抬 不能用手扶 了解 很累的 很累的 这很累的 现在我们其实摄影师 他根本就在示范了 很累的 其实是很不容易 可能有一些比较年纪大的长辈 也许要举个一下两下 对他来讲都有一些辛苦了 所以我们大概举起来 我们当然就分几种状况 第一个是你举起来 然后固定 数到 看你能数几秒 我们说 你可以数到二十秒 是了不起的 然后但是呢 下来还要再做 然后两脚交替 反复的做 好那这样子做 一开始一定做不到 很多老人家说 我连举都举不起来 然后用手去帮忙 循序渐进 老年人的运动 是需要慢慢增加的 所以很多人都说 我都不能运动 我走一下就累了 就很喘 休息再来 因为你今天能够举 比如说你可以抬起来 今天是三秒钟 你反复练习 反复练习 你可能明天 后天变成五秒钟 六秒钟 那个对你的活动力 都是一个进步 是 你只要有做 它慢慢就会进步 然后坐着的时候 就这样抬 然后我们这个大腿的 后面那个肌肉 也要训练 趴着的时候往后举 人趴着的时候 脚往后举 对 那也要这个把脚背 这样弓起来的举法 对 那个如果是往后 是伸平的 伸平的 OK 那这两个就是 我们大概训练就是 都是肌肉的两面 都要训练 然后同样的概念 腹部跟背部也是 怎么做呢 因为这样子做得好 你的人的站姿 站的姿势就会很好 那腹部的话 大概就会是类似 像仰卧起坐 但是老人家常做不起来 不用 不用说老人家 有些中年人都做不起来 所以不用起来 你就是躺着的时候 膝盖弯起来 对不对 你只要觉得 你就头往上抬 觉得腹部有用力了 你有感觉到了 了解 你不用整个爬起来 是 运动如果过于勉强 反而容易受伤 是 所以你就觉得有用力到 然后就是一样 像刚刚讲的 几秒钟撑一下再来 慢慢增加 你越来越渴 甚至真的可以起来了 这是一个 然后背部也要训练 就是一样 趴着的时候 就是手这样伏在前面 然后往后 一样抬起来 了解 所以所有的运动 都是两面的肌肉 都要去训练 如果你这个都做得很好了 就可以再加一个 髋关节的 因为老人家有时候 站的时候 脚会伸不止 髋关节就是 你那个大腿 就是你平常 当你抬得都很顺的时候 就要开始左右 左右移动 这个好难 左右很难 所以前面这些 都做得好的人 就开始 所以这些运动 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你每天做几个动作 是上肢的 然后做几个 那你累了 上肢累了换下肢 左手累换右手 你每天就是 不管你在工作 或在生活 即使你看电视 看报纸的时候 都可以做 然后你做的做 你每天就有一定的运动量 然后当然你可以像 像您邻居的伯伯去打球 那这个是很好的 但做不到的人 其实你从这样子 或是四五十岁的人 常常大部分 在办公室的人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做的 是 然后等你做到很OK的时候 就开始加重量 你自己举翻 我已经很强壮了 是了解 你会开始加重量 有的人是 宝特瓶的水加多一点 是 或者是开始 真的就 买个亚铃 对买个亚铃 或是用个那个沙袋 那那个亚铃 现在有一种空的 里面可以加水的 可以自己调重量的 真的啊 那个比较适合 比较合用 因为你不是一开始 就那么强壮 是 所以这种的运动 通通都是可以 在很简单的概念之下去 但是有几件事情 要注意就是 我们以前是认为 老人家运动 都是去做那些 简单的 舒缓的 跳跳蜂 对 那种 那个并没有不好 那运动来讲呢 大致上分成几类 有的运动是属于爆发力的 有的是属于 念心肺功能 记忆耐力的 有的是练平衡感 像太极拳 对 有的是练柔软度的 是 其实所有的运动 我们最好是希望 这四种都要有 但是呢 过去在 年纪比较大的 这个长辈里面 我们比较被忽略 就是这个 要用力的 我们叫做 主抗性的运动 是要去出力对抗的 是 我们以前一直觉得 老人家不需要练这个 对 那现在发现错了 因为你只有去对抗 这个重力 肌肉的这个量 跟力量 才会回来 那他回来之后 你的整个的活力啦 行动能力 才会有完全的 一个很大的进步 陈医师 刚刚讲这一点 让我想到 很多为人子女的 他很孝顺 家里的父母长辈 那有的时候 看长辈就是年纪大 提重物 你就会赶快伸手 要帮他拿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出发点 都是因为您孝顺 但是有的时候 今天听了陈医师 这个说法的时候 有时候你回想一下 其实有一些不伤害的 所谓不伤害 不过度的 其实我觉得 有时候我们 我们也要学会放手 这个所谓的放手 不是指对您家里的 小孩放手 让他慢慢的成长 有时候我们对家里的 长辈父母老人家 我们要学着放手 让他去出一点力 用一点力 否则他久了 会忘记肌肉要用力 这件事情 你就会看到 爸爸妈妈越来越老 越萎缩 这件事情 其实非常重要 不是只有力量 包括整个 我们常常在说 我啦 我常常说 什么样的老人 是最健康的老人 就是可以称职的扮演 独居老人的人 叫做健康老人 你发现说 他的生活 不需要人担心 活动力很好 出门不会不见 然后跟朋友的往来 各方面都很OK 这个是完全不需要人担心 然后他可以自己 照顾好自己 这个人是最健康 那要达到这个目的 有几件事情 当然体力要有 对 这个基本的力量 第二个是脑子要正常 对不对 其实古代人讲的 那个什么寒衣弄孙 那个已经不太适合了 因为你要让他去 多去操作 多让他去做他生活上 本来就该去做的事情 当然不是要他去做工作 但是是希望说 他自己的这个生活 他都可以去操作的情况之下 这个对他的脑子跟肌肉 它是一个有协调性的训练 像有的时候家里有一些 比方要缴水电 然后要缴电话费 这些很简单的事情 其实你可以委托 让家里的长辈老人家去做 那也让老家觉得说 我在这个家里面 其实我也是有一个 重要的位置的 我也可以贡献一点 自己什么样的力量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棒是 他们也可以训练自己的脑力 对的 这个是很厉害的 对 每个月每个时候都要记住 我要去缴这一笔钱 我要怎么样 这也是训练他的记忆 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我们在讲说 早期发现失智的一些征兆 当然记忆大家会发现 可是除此之外 你发现有一些就是那个 对金钱的处理能力不好 你去搅水电 就是永远搅的钱都不对 或是出门买菜 然后找钱都找不好 那个其实是一个很早期的征兆 所以这些包括处理 比如他去看病回来 我们现在都会 因为有时候药很多 帮他排好那个药盒 其实有时候 让他自己去试着排排看 也是一个方法 就是这些能力的退步 其实都是一个很早期的征兆 表示他再开始退步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 有很多方法 赶快再去提早做 等到他比较 严重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要去再把它练回来 再断 那个要花好长好长的时间 没有错 所以我们说现在为人侄女的 你要关心家里的长辈 跟父母呢 其实我们的思维 要做一点稍稍的调整跟改变呢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马上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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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我们说呢 家里的长辈跟老人家 要怎么样才能真正的达到乐活 有这样的生活品质呢 其实很重要就是 我们真的当这个晚辈的 我们要在某些事情 安全的范围之内呢 学会悄悄地放手 给我们家里的老人家呢 也可以稍微做一点 这样我相信他们自己 也会有一种肯定感 然后自我价值的认定呢 也会比较提升 好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 跟陈医师聊到 就是所谓的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很多的肌肉 相关的这些问题 有一个病症叫做肌少症 这是一个病吗 还是什么是肌少症 现在还不是 未来应该是 几年内就是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图来看 就是说 其实这是一个 我们人体随着老化 跟肌肉的 肿量的一个变化 我刚才讲顶峰在25嘛 OK 我们距离它好远的 怎么办 还来得及吗 可以可以 我们发现说其实 过了这个顶峰之后 其实你慢慢再往下走 当然你在25到40 其实掉的不是太明显 对 可是年纪越大 掉的越快 而且趴数你看 对 是等倍的 对 这个是掉百分之八 可是70到80 就可以掉百分之十五了 后面掉的非常非常快 那我们就发现说 这个肌肉的减少 以前就觉得 老了就长这样 可能是一般的老人家 就是这样 可是你就发现说 也不太对近 就是说这是有一个这个 我们发现说 这个肌肉量的多少 跟死亡率的这个高低 是有关的 那所谓的 它不是因为 一个人并不会 因为肌肉少而死亡 都是因为肌肉少 然后就不能活动 跌倒骨折 然后卧床的并发症 都是那一些我们现在 大家觉得想要避免的事情 对 那所以因为现在越活越长 就遇到这个机会 就越来越大 没错 如果以前平均四五十岁的时候 你根本你不会 还没感受到 对 那现在大家平均是八十岁的时候 你这件事情就是个议题 那所以就会有这个状况 大家想说 那肌肉少会不会到什么 到多少叫做少 所以现在 在大概八零年代 九零年代 他们就定义出来说 我们跟年轻人比 比如说 年轻人二十岁到四十岁人 去测量这个全身的肌肉 四肢 尤其是四肢 测量下来说 你是大概低于年轻人的百分之五 就是最低的那个百分之五的话 那你忽然老了会减少 如果你六十五岁的时候 你还是那个百分之五以下 那大概真的就是少了 那用那个标准去看 确实 你用这个标准去看 他这个失能 跌倒死亡 确实都有明显的上升 是 所以肌肉的量是一个问题 那就会去想 那为什么你的肌肉量 为什么好像有的人还可以 对 为什么 对 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找出一些危险因子 OK 第一个年龄一定有关 对 我们发现说 我们人 这个肌肉旁边是有 它的肌肉的干细胞 因为肌肉是一个 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组织 每天有新的合成 也有旧的被代谢掉 那你只要能够维持 是平衡的肌肉的量 就不会减少 会减少 大部分就是这个代谢掉的 比合成的多 跟你合成它 就需要这个干细胞去制造它 是 那我们就发现说 大部分的人 其实我们虽然说 从四岁以下往下掉 是 其实你身体的这个肌肉的干细胞 在差不多七十岁以前 其实是没有什么减少的 所以不是因为 所以你的肌肉量 不是因为干细胞的关系 而是因为你的其他的因素 使得这个干细胞的作用不好了 那就包含了这些后面的事情了 了解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 你的肌肉 你的身体能够去制造的那个能力 可是那个能力 会受到很多事情的影响 是 比如有的人先天生出来 就是体重比较低 就是整个身材是很小的 比较轻一点的人 对 他的整个身体的骨架子 就不太会大 肌肉的量就不太会大 包括东方人 跟西方人 所以我们东方人的这个肌肉量 我们就曾经比过这个手的握力 对 我们比起那个同年龄的西方人 大概要打个七五折 那我们整个就没有他们 那么大一只 而且我们以前很多女生 还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 就觉得要有鲜鲜小手 对 然后要骨头骨架很细 穿衣服才会好看 才会觉得像那值得保护的人 其实这样子的人 其实他在这个 不太适合的 对 在这个肌小症的那个产生上面 他就比较是高危险 所以你仔细看 现在美国人 这个影视明星 他们有一些风潮 你看那个 看马达娜 五十来岁了 壮了 壮 而且还不断在练自己的身体 对 像他这样的状态 其实他可以维持 那个健康状况很久 所以说因为一方面女生 常常东方的女生 在意那个体态 对 而体态就是你要维持好的体态 通常是脂肪会大过于肌肉 才会有那个体态 对 所以那都是不太健康 年纪大就会看得出来 对 年纪可能没感觉 所以当然这个肌肉的量 跟你先天 各方面都一定有关 然后二方面就是疾病 结果有些疾病控制不好 就是能量一直在耗损 比如说心脏衰竭 就是常常很喘的 那当然能量一直在消耗 对 然后或是这个气喘的人 这个疾病没有控制好 当然一直消耗 这个能量也会没有 对 然后还有一些是 这个生活型态 就是那个费用性的 就是每天回家就是 躺在沙发什么时候不做的 你不活动的 这个叫费用性啊 对 这是日文的 这个中文没有好的翻译 那意思就是说 你就不去用它嘛 久了它就用劲废退嘛 你不用它那个肌肉 当然就自然就萎缩了嘛 所以它就慢慢慢慢的 就没有 所以很多女生 男生可能差不多 年纪越大男生 你会发现 好像年纪变到体重也差不多嘛 对 没有什么变 可是你假如去看你的身体的组成 每一年每一年 那个体脂的比例在增加 减少的都是肌肉 对 所以肿脏没有什么差别 可是其实里面的分布是有差别的 仔细去了解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多了很多的脂肪 对脂肪通常是 就是对你最好的 永远不离开你的 它是难度很高的 一辈子打电主意跟着你 很团结 很难赶走 然后再来呢 就是一些家庭 当然有些是禁食状况 就是摄食的 可能真的会有营养不好 或者老人家因为牙齿不好 或者是说 我们会说老人家 我们以前对老人家营养 因为老人家很多慢性病 所以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吃 什么都不能吃的情况之下 其实很多的老年人 是会落在营养 只要营养不良也可以 就是一个不均衡的状态 是 那蛋白质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认为 来自来自于肉类 对 比较麻烦 就是高血压糖尿病 什么都不能吃 胆固醇不能吃 所以 其实是可以去挑的 还有很多优质蛋白 这个豆类 或是海鲜 白肉 其实还是要均衡设施 其实年纪越大 这些事情越不重要 什么胆固醇 就年纪 因为它的最大的风险 在从中年到老年这一段 如果你到了老年年纪很大 其实营养均衡 保持适当的体重跟活动力 反而是健康的指标 好 我觉得陈医师 这一点观念真的是太棒了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长辈们 在自己年纪大的时候 因为有三高有一些慢性疾病 然后他心里面就会想说 那我要吃的尽量更保守了 你知道吗 或者是更清淡更健康了 那在吃的上面 它其实是越小心翼翼了 那其实后来会造成其实 很多问题的 对 很多问题 包括心情 身体的衰退 我们在 我们跟其他的科 这个比较不严重 我们在门诊 像我的门诊病人平均八十几岁 我们是相反的 高一点 高一点 你的血量这样太低了 血糖可以再高一点 胆固醇 你可以再多吃一点 当然相对的是 多吃的时候 你要也要再多做点运动 要去多活动 保持一个好的生活状态 跟生活品质 比起你去在意那个数字高低 跟药物的使用 其实那个有一个新的均衡点 在不同年龄层 那个均衡点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OK 那其实如果说 我已经是一个有在吃 这三高的药的人了 那我吃东西还可以这样子吗 可以的 就是说第一个是 其实要不要改变 就是跟你的控制标准有关 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说高血压 虽然140叫做高血压 可是现在心脏科医生跟你讲说 120最好 对不对 这句话是对的 如果你可以保持120的话 你的人生 这个心脏出问题的几率很低 是 可是那是从你大概30岁 40岁的时候开始讲 是 你到了80岁90岁 其实正常的血压 就会上升 所以现在世界上 对于80岁以上的人的血压 控制是说 不要太低了 140 150就好了 OK 因为太低的人 老人家反而站起来 头昏眼花 然后一不小心就跌倒 光一个髋关节骨折 这个一年的死亡率 就可以20%了 那你说你一个高血压 要发生状态的几率 可能还没有20 对 所以那个是你要去均衡 整个的风险 所以包括胆固醇 也是现在发现说 如果你到了一辈子 对 到了75岁 血管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去检查说 你胆固醇高一点 对 基本上OK了 所以现在对于 75岁以上的人 可能还在单纯的 做一个胆固醇高的 这种预防 他这一辈子 大概不太会被 胆固醇所困扰 糖尿病也一样 所以其实在 在不同的年龄层 因为考量的是 平均寿命的关系 你今天40岁 你还要活40年 我当然要很严格 对 可是你已经75岁 80岁 我们预期 当然你可能可以活到 100 120 但是其实整体来讲 对你生活品质的影响 最大的 不再是这些病了 是 角度上是不一样的 所以 所以因为标准变了 你就会发现说 很多时候 药好像也不用吃了 对 当你换了标准 你发现说 那你这个已经 离标准很远了 这个药可以不用吃了 可以少一点 然后少一点 这个好像营养 相对来讲不够了 你反而 我们还会讲说 你回去多吃点肉 要不然就是 有人就是胆固醇 先念就很低 他还很担心 我说你不用担心 这是老天爷赏饭吃 你可以多吃 放肆一点 因为你的这一辈子 到了八十几岁 你胆固醇 还这个数字 不会出事的啦 出事的几率很低 这是几率问题 那你说你很多人 很多人如果说 这已经到八十岁 这四十岁五十岁 血管就开始 已经有堵塞了 你到八十岁都还这么好 胆固醇还维持得这么好 这个OK的 老天爷赏你饭吃的 你就可以怎么吃 开心 然后日子 每天过得很开心 日子过得好 就好了 对 我觉得这个陈一师 真的很帮他提供我们一个 很棒很另外的一个思维 真的 我觉得人生呢 其实有很多不一样 在不同的阶段 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标准 不要一个标准 然后一套从头到尾这样 我觉得这样 战战兢兢的人生 有时候还是挺累的 对不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马上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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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我们继续请教一下陈医师 我们说这个肌肉竟然这么的重要 而且未来有可能肌少症 会变成一个症状 一个病症的话 那我们就要就是严肃的面对它了 那我们如何来自我检测 就是说我自己肌少症的状况 现在是这样 现在对于肌少症的想法 就是说不是只有一个肌肉的量的问题 还有那个力量 所以品质跟量都要去在意 所以现在有一个新的欧盟的一个建议 但是现在全世界应该都会用这个 首先我们谈肌少症就是65岁以上的人 65岁以下的人会肌少症 大概就是其他原因 不是真的健康太不好 生其他病 那个不在我们谈老化的过程的范畴 所以我们现在是65岁以上 然后第一件事情做什么 我们做一个 我们测一个你平常的走路速度 你不用刻意快也不用刻意慢 就是说你走一个6公尺 比如你现在站在这个线上 自己量一个6公尺的距离 然后就按马表 开始走 然后它就正常的往前走 到6公尺不用停 就走过6公尺后 然后我们去量它的这个时间 那目前我们认为 大概那个速度 会落在每秒0.8到1公尺之间 也就是说你走完这个6公尺 大约是在6秒到这个9秒多之间 应该正常的就是 你不用刻意去赶快 我们要的就是你平常的那个速度 所以你可以在差不多6秒到这个9秒之间走完 大概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这是第一步 因为走路是下肢嘛 对 所以我们还是上肢 上肢现在还有一些握力器 那这个当然这个比较没有办法在家里自己做 但是它也不是一个复杂的检测就是 握力器的话在欧洲他们是说 男生要30公斤 女生要20公斤 我刚刚讲过台湾要打折嘛 我们比较了台湾大陆香港跟日本的话 我们就发现 我们大概是几公斤 男生25 女生16 OK 停下来还没有差很远 大概8折 所以大概如果说我们就发现 第一个你走得很好 可是你的握力不太够 表示你下肢虽然好上肢不太好 那你可能真的要去测一下身体的组成的肌肉的量 那怎么测 其实有一些比较简单的 是 比较麻烦要到医院 比较简单 就是家里的那个都有那个体脂剂 现在大家体重肌都有 有有有上面还会 对 你就很简单的是 你把体重扣掉脂肪的重量就好了 体重扣掉就是我们去掉脂肪的 因为体脂肌量的是脂肪的量 那你把身体的脂肪扣掉之后 大概剩下什么 骨头肌肉跟水分 就用这个去比 那当然这个的正常值不太好定 但是呢 我们大概也是跟年轻人比较 但是现在很多的仪器啊 这个从日本跟韩国 他们其实都有定一个标准了 所以你发现说 你要是有上肢的力量比较不好 或是走路的速度比较慢 再去体脂肌量一量 发现说跟你那个出来的年龄 现在很多机器出来 会有一个你现在测量出来是几岁 那个 好残酷喔 对你又比那个又更差 那可能真的要小心 就比如说你可能身体的那个力量 那个第一个力量已经不够 第二个肌肉的量可能也不够 所以那这样算下来的话 你就很有可能是有这个肌少症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去采取一个方法去 现阶段还不是疾病 所以我们靠的都是养生 要有好的营养 优质的蛋白 再加上适当的运动 然后慢慢慢慢的 这个肌肉的力量跟这个量 就会慢慢回来了 好 我想这个不只是大于65岁的这些长辈们 其实像这些中状元的 是 我觉得我们可以提早检查 提早预防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 都大概落在四十几岁五十几岁 因为我们生活太紧张了 然后真的基本上几乎 我觉得大部分都没在运动 所以我想这个测量下来 大概这个数据上面也不会太好看 多半现在我们台湾普遍 这个脂肪的比例是蛮高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陈医师了 那什么是积少性的肥胖 他就是有一种人是瘦瘦的 他测量下来确实也比较虚弱 没力气 然后又刚刚讲 那个身体的肌肉的量不够 那就是一般 我们感觉到这个人就是瘦瘦的 整个就是比较虚弱 干干扁扁的那种 可是有一种人不是 胖胖的 可是像泡芙型的 胖胖的 他身上的那个 胖胖的身材里面都是脂肪 所以他测量下来之后的 他人是按照我们的定义 他是属于过重肥胖的 可是你把它测量下来之后 他的力量反而是不足的 然后这个身体的组成测下来 他的大部分的体重都来自于脂肪 所以就会带出一个问题 有时候过重或是肥胖 已经是一个健康的问题了 然后再加上你又肌肉又很少 那个活动力各方面力量又不够 两件事情加起来可能对于健康的危害 来的又更大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说 对于七八十岁的人来讲 最重要的还是那个肌少 就是说肌少性的肥胖 到底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还没有很定案 但是目前确实有一群人是这样 比如心脏衰竭的 或者是那个气喘 慢性肢脊肌管肺炎的 有的真的就是都胖胖的 那他确实也没有什么力量 很虚弱的 发现他也没什么病 需要推而易需要干嘛的 那这个也是一类 那这个久了会有什么影响 可能还要再观察 但是就是基本上就是说 这些人肌少性就是两类 一个瘦的 一个是胖胖的 可是测量下来都是属于没力气的 然后肌肉量很小的 那像这一类型的人呢 他需要去做减重这件事情 不需要 不需要 对就是说我们在意的是什么 因为年纪大了之后 你想要把体重减下来很难的 所以我们在意的是 那怎么办 对我们在意的是 你有没有均衡的饮食 跟适当的运动 只要你把这两件事情做到 体重降不降 不太是我们的重点了 OK 对就是说你只要这样达成 因为我们很害怕 老年人透过不健康的方式减重 那个结果都很惨 都比原来还要差 真的 因为老人家突然间 可以很快速的瘦下来 都不是脂肪 都是蛋白质 蛋白质就是什么 肌肉 所以你一旦这样瘦下来之后 反而人变得更虚弱 没力气 然后 一个感冒 人家可能休息几天 你就变肺炎 所以你的身体的抵抗力 整体的那个能力就下降了 所以我们在意的是 你透过健康的方式减重 那我们也知道说 你现在的这个 年纪大的人的 新陈代谢的速率 对 你期望说要降得很 你讲是不太可能的 对 而且很多的文献也都说 你65岁以上的人 你维持稍微过重到肥胖之间 是活得最长的 真的吗 但是是65岁以上的人 过重跟稍微肥胖一点 对 所以在中年到 从学童到中年之前 都是要维持适当体重的 但是65岁之后 可以稍微松一点 因为那个影响的是 你整体的体能 跟你的抵抗力 因为你发现说 你遇到同样一件事情 就同样是一个流行性病毒的感冒就好了 你发现说它的抵抗力就没有了 了解 那你想要透过减重 去达到健康的好处 没有达到 你就因为一个感冒 就去住院 就去 就变得很糟糕 是 所以那一样也是要去 权衡 就是我刚刚 还是刚刚那个概念 在不同的年纪 应该有不同的标准 没错 所以其实对于这个年纪大一点 65以上 我们那个曲线画出来 最适合 存活率最好的是 这个BMI 就是那个身体 23到25 是过重到肥胖的这群人 真的 那所谓的过重到肥胖 那大概是几公斤 几公斤 如果以男生175公分的话 他如果到现在的严格的标准的话 他要在69公斤以下 叫正常 所以他可以从69到75之间 175公分的男生 69到75是落于过重到肥胖 这一段的人是存活率最好的 但是前提是65岁以上的人 这也是陈医师一直不断的强调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中壮年人 就是已经都过重 而且是超标很高很高 那如果你是在60 40几岁到65岁这中间 还是要尽量正常 还是要很努力 但是如果说你可以控制 所以我们是说我自己 我如果可以在65岁以前控制我 不要发任何的病 什么高血啊没有什么 都没有发病 我这一生就过了 就已经 因为之后对我来讲 体重反而是一个优势了 因为那时候 因为通常你会造成最大的健康风险 会落在从中年到老年的这一段 可能慢性病会发病 对 我们担心的是这个 可是倒过来说 我如果这一段成功的透过好的 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那样 所以但是你尽量的去维持自己 是那样子的生活状态 然后这些病都没有发 然后过了65岁到70岁 大概人生这一关大概就过了 谢谢陈医师 提供给我们一个很好 就是重新来思维健康这件事 老人家健康这件事情 真的有的时候你想一想 真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最快乐的是什么 那你可以去重新定义 自己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但是不要每一件事情 对自己的要求都是这么的高 其实不同的阶段 你可以有不同自在的 这个乐活的跟这个生活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陈医师 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 谢谢 谢谢提供我们很多很好的思维 谢谢 也感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了